今天做腌黄瓜,清脆爽口 煎热背上一罐开胃油下饭 准备4根黄瓜,先用水洗干净 把头尾切掉 然后从中间一分为二 再切成细条 放碗里 撒一勺盐 拌匀后,盐一个小时 这时准备几片姜,几片大蒜 两颗八角,几颗干辣椒,花椒粒,香叶 另外准备一个碗 加400克老抽,200克香醋 40克白糖 锅里加点油,把香料放进去 小火炒出香味 再把酱汁倒进去 小火煮到微微沸腾以后,凉凉 这时黄瓜差不多腌好了 腌出了一些水分,把它倒掉 然后用浇水洗凉边,把表面的盐水洗掉一部分 修好之后,摊开晾干水分 也可以放太阳下晾晒一个小时左右 这样腌出来更脆 时间到了后就可以装进罐子里了 把冷凉的酱汁倒进去 盖上盖子,放冰箱保鲜室一夜就可以吃了 腌好的黄瓜特别清脆爽口 一次吃不完盖上盖子,继续放冰箱保鲜室保鲜 配上一碗粥,简单的早餐就好了 石头美食,今天美食,我是石头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石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